中青在线贾家达8月31月变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特派记者郭建文杨深社 我们其实挺盼望最后这两场比赛的半决赛和决赛 因为肯定是打强队 这才能锻炼我们的应变 主教练郎平在半决赛中国女排战胜日本最后说 当地时间今晚中国女排与日本女排在半决赛中相遇 由于本届亚运会女排赛程先松后紧 郎平一直发球队员在小组赛阶段休息时间过长 从而在比赛中很难迅速进入比赛状态 事实上女排队员也确实在多场比赛中第一局发挥欠佳 因此郎平表示赛前动员相当重要 今晚赛前年纪60岁的郎平亲自上将微球陪姑娘们热身 数百名中国球迷骑身高喊东风吹 战鼓雷 中国女排打过谁 更是在开赛前就将现场气氛推向高超 第一局日本女排全力打快 慢热的中国女排有些措手不及 在18点21分落后时郎平请求暂停 重新回到场上的队员一路取分 以25比22的领先 其实第一局的困难我们已经准备到了 甚至做好了输局的准备 因为日本队比较有特点 他们防守非常好 如果进攻上冲起来的话 对我们是个考验 郎平说 另外第一局打的困难 是因为我们进攻有些单调 都是打强攻了 后来一传质量上来以后 我们快攻打起来对方就很难防了 第二局中国女排的王口优势发挥迷迷禁止 篮防的威力一度让日本队放弃强攻 再后全场技术统计中国女排篮王得到14分 而这本女排只有一分 两队之间的最大技术差距 决定我们比赛的结果 第三局对方发球好 冲我们很厉害 这也很正常 比赛就是一个相互限制的过程 郎平说 在此前进行的另外一场半决赛中 两名主力驱战的泰国队战胜金阮景 领衔的韩国队 他们将与中国女排在决赛相遇 我还没看泰国队的比赛 今天办决赛明天就决赛 今晚回去就要好好准备 郎平说